娱乐转圈圈 是大家对霍尊及其音乐的普遍印象 甚至有人调侃说 他看起来很阴柔 中性感十足 但是殊不知霍尊的身材 与他的气质正好成反比 练就一身的剑子肉 是一个标准的健身状态 其实霍尊是健身老唐家郎 除了本职演艺工作外 他会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用来健身运动 他也会在网上晒出运动打卡的照片 无比坚实的肌肉 与夸张的线条 真的与他那柔美的脸庞 清冷的气质结合起来 曾经在快乐大本营上 何炯 谢娜等人 就对霍尊的身材表示惊叹 当时大家做游戏都穿着队服 身材线条很容易显露出来 谢娜直接上手去摸霍尊手臂 还是探着看他的腹肌 想必也是被霍尊的肌肉惊到了 何炯随后为大家科普 表示霍尊完全是一个健身达人 在朋友圈也常常晒运动相关的照片 所以千万别被他舞台上的形象所蒙蔽了 为了展现自己的健身成效 霍尊还选了一把硬核技能 他将一个苹果夹在手臂上 然后凭借手臂发力 苹果瞬间就被夹碎了 场面实在太过凶猛 让大家惊叹不已 所以那些嘲笑霍尊英柔 说他娘的人很大可能 根本打不过霍尊 霍尊真的很爱运动 太极他也会常常练习 还曾分享过与李连杰一起 打太极的画面 太极是以柔克刚 这与霍尊的古风气质非常契合 他一身白色上衣和宽松飘逸长裤 再加上一双布鞋 真的颇有大吃风范 作为健身馆的常客 霍尊也被网友偶遇过 之前有位网友 就在锻炼时 碰到了霍尊 霍尊很亲和地 与他合影留恋 从照片上看 霍尊的身材 真的很棒 身高大约有一米八 紧身气移蓄 包裹住健壮的身材 手臂线条 清晰可见 霍尊笑意盈盈 从表情上看 依旧是温润如玉 和身材相比 不是一个画风 所以 霍尊还曾因为 连与身材不相符 登上热搜 网友们纷纷表示 头身比简直了 这身材与脸 仿佛金刚八比一番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